疫情下,许多群聚活动都被取消,包括千万以上的健走活动。 但云端虚拟健走,您有听过吗? 新山慈激之工借助了现代科技,特别举办围棋一个月的世界书醒虚拟健走活动, 让民众即使不能聚在一起,也能享受到马拉松健走的乐趣。 同时结合了健康蔬食,让参与者在强健体魄之余,也能吃出健康。 为了让更多人培养出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, 志工们使出各种法宝,在线上、线下等多个不同地点大力宣导。 我也想要宿舍宿食,你愿意选择宿食吗? 每次一餐,每星期一餐,我愿意。 扫描QR嘛,手指轻轻一点,就能轻松报名别开生命的线上虚拟健走。 办这样的一场虚拟健走,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任何时候,任何地点,都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。 我们的目标是三千位,是要大家能够持继人也好,会众也好,像师傅所讲的, 要怎样守住我们的身口一非数不可。 参与者透过手机软体,累积健走的公里数,在换算成所减少的碳排放量, 加上多蔬食,共同努力为节能减碳尽以奋力。 希望是11.1公里嘛,因为这个111是我们这个世界苏醒的日子, 也是给大家一个所谓的一个目标,在这个活动截止到3月31的时候, 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拿到会众们跑了多少里数,那么可以减少多少排放量。 就很棒啊,能够推广素食,让大家对素食能够来了解。 这是一个尊重生命的一种态度,会分享给周边的朋友知道, 一起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。 开始行动了,除了公园,这个我们也到私人医院宣导虚拟健走活动, 邀约更多人一起为健康而加油。 除了鼓励参与的人跑出活力,吃出健康, 这次活动的报名费,也全数捐作慈善用途,帮助社会按脚有需要的人。 除了多舒适,也鼓励大家多健走,保持身体健康。 同时,他们的报名费也全数捐入慈善基金,所以健康慈善两得。 维护健康,爱护地球,就像马拉松健走, 需要你我一起长期投入,才不会让气候变迁的问题继续恶化。 世界出兴,心里健康,一人一天数,一起爱地球,活着苏担。 大爱新闻,真上美之光,马来西亚新山报导。 多一份善恋,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 特殊学生施,有需要 taxes,员在买和疾难导, 代表人们都网派应来给那力民态禁了。 是的,但记得 Any愚人有一种感码是新 Poly ethic思考的。 后来停社会反抗横和�盈后速 authority的 중요恶就能重复。 接授心位于創派是金利 Jessicalane色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